对面多人围了过来 表面撤退实际不然 花展空中一枪夭射 这枪盲剧大家打几分呢 有看对面ID这局匹别的一个主播 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们先来检验一下实力 视频最开始先让大家看一下 子依帅气的容颜 这局子依再来挑战个任务吧 就是18战损率拿下这局比赛 本来这个挑战还是蛮有难度的 但看到这些对手我就放心了呀 对面这个所谓的主播 估计也是个棒锤 难道对面几个老弟 是把这局当成福利局在玩吗 大家有没有觉得 子依今天搭板非常的可爱 可爱的背后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杀手 提前将直接把对手压死 继续点射 开局来个实验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听脚不声狗洞是钻进来个人 这老弟可能是月饼吃多了 感觉反应有点慢 拿到M24之后先撤回来 划铲无视也空中一枪盲剧打到 这个对手估计是要懵了 刚刚这一发是不是只有挂哥 还有运气特别特别好能够做到呢 喜欢子依本期视频的话别忘了点赞关注 下期视频一定更加精彩 子依在这里也祝各位观众朋友们节日快乐 反杀掉他应该是轻轻松松的 别忘了我们这局的任务是挑战18战损 并不是18连级 所谓一子一还有一条命啊 没什么血量的先撤吧 我去对面家里逛一逛 看谁是追了过来 你为什么要追我呀 毕竟我们今天太帅了 P1911拿得出来 难道这局是超额完成任务 对人复活了 堵在对面家里打多少有点嚣张 对面这个老狄终于是杨梅吐气了一把 我们嚣张了一整局 终于算是被制裁了 平底国成功的掏了出来 这局拿下应该不成问题 大家记得为刚刚这几枪打个分数啊 滑场上去 对面四个人直接跟他拼了吧 比赛结束 红队获胜